这些事以后 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 又向门徒们显现 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 有西门彼得 和称为双生子的多玛 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丹叶 还有西匹泰的两个儿子 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 我要打鱼去 他们说 我们也和你同去 于是他们出去上了船 可是那一夜 他们并没有打到什么 清晨的时候 耶稣站在岸边 门徒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 孩子们 有吃的没有 没有吃的 把网洒在船的右边 就可以得着 他们就把网洒下去 可是拉不上来 因为鱼太多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 是主 西门彼得一听见是主 就立刻数上万一 因为他当时赤着身子 纵身跳进海里 其他门徒 因为离岸不远 约有一百公尺 就坐在小船上 把那网鱼拖过来 他们上了岸 就看见那里有一堆炭火 上面有鱼有饼 把你们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 西门彼得就上船 把网拉到岸上 那网满了大鱼 共有一百五十三条 鱼虽然这么多 网却没有破 你们来吃早饭吧 门徒中没有一个人 敢问他你是谁 因为知道他是主 耶稣走过来 拿饼递给他们 又照样拿鱼递给他们 这是耶稣 从死里复活之后 第三次向门徒献献 明镜需要您的攻击 喻 声 友谈